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川普全国支持度 已经领先民主党对手贺锦丽超过两个百分点 同时选民对川普政见与过往表现看法 已经是比以前正面许多 华尔街日报的全国民调于10月19到22号期间进行的 抽样调查1500名已经登记的选民 误差为正负2.5个百分点 民调发现川普以47%支持度领先贺锦丽的45% 相较于华尔街日报8月份的民调 在选项包括第三党与独立候选人情况下 当时贺锦丽是领先两个百分点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同时显示 选战中的一连串负面广告以及候选人本身的表现 削弱了选民对贺锦丽的一些正面印象 8月时选民对贺锦丽的好感度和反感度持平 现在则是反感看法占多数 比率为53%对45%差距高达8个百分点 那么选民表示呢 最主要让他们感觉对贺锦丽的支持度下降的原因 有两个一个是边境政策 每次被问到贺锦丽答不出 所以然来只知道怪罪川普 再来就是经济政策 那么贺锦丽呢常常也是不知所云 此外华尔街日报从7月以来三度询问贺锦丽 担任副总统的工作评价 贺锦丽的评价在10月份降到最低 此外当问及候选人的政见和政策的时候 在大部分情况下川普占优势 对于川普的经济计划赞同的选民 比不赞同的选民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 对贺锦丽的经济计划不赞同看法 则比正面看法多出4个百分点 另外同样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随着中国经济出现不稳定迹象 尽管北京当局对资本外流实施了严格监管 一些中国公民仍然正在寻求 海外更安全的资金存放方式 截至今年6月底的4个季度里 估计有高达2540亿美元 约1兆8100亿人民币资金通过 比特币艺术品等非法渠道移到海外 过去几年逃出中国规模 甚至远大于2015年上一轮房地产泡沫时期 超过近10年前资本外逃的高峰 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由来已久 尤其是在房地产市场动荡和经济 不确定性增加之际 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 房地产市场崩溃 许多家庭财富严重缩水 投资者对中国市场的信心持续下降 投资者因此寻求将资金转制 至更安全的海外市场 尽管中国严格的管制 个人每年兑换外币的额度 限制在美金5万美元 但大量资金仍然设法 逃脱监管流向境外 接下来来关心一下 美国的房地产的新闻 那么全国房地产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 在2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9月份美国乘屋销售量 比2023年同期缩水了3.5% 不但创下1995年以来最低纪录 而且连续两年表现走下坡了 根据全国房地产商协会分析 美国房市出现30年以来 最糟糕的景象原因 是因为房屋价格居高不下 房贷利率维持高点 让打算想要购屋的消费者望而却步 统计显示2024年1月到9月的 二手屋销售比去年要来的冷清 全国房地产商协会指出 今年9月成屋销售比8月减少了1% 季节调整后年率比去年也要减少 并且是来到了384万栋 写下2010年10月以来单月的最低纪录 根据华尔街日报进行的经济学者问卷调查 原本专家估计的降幅只有0.5% 那么美国房市在2023年表现疲软 经济学者与房地产界高层主管 原本评估2024年的房市 渴望大有起色 然而房贷利率今年一直是停留在高点 并未如专家预测般的降低 那么Federal Reserve上个月虽然宣布降息两码 可是最近几个星期房贷利率仍然没有跟着调降 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 购屋仍然是高不可攀的目标 那么在昨天 波音工厂的工人投票反对该公司最新的工资协议 已经持续六周的罢工行动将会继续 这场罢工已经导致波音737 MAX 777和767的客机停产了 加剧了波音航空公司巨头的财务困境 工会领袖表示 国际机械师几级航空航天工人协会 周三的投票中有64%的人投下了反对票 波音工厂的工人认为 十年来他们的工资一直落后于通货膨胀的利率 这家飞机制造商花费了数百亿美元回购股票 并支付了创纪录的高管奖金 波音公司发言人表示 他们对投票的结果不予置评 最近被拒的薪酬方案 包括在四年内加薪35% 还有一次性的7000美元的签约奖金 还有改善退休待遇等等 上个月工会成员投票 否决的方案是在四年内加薪 从35%降到25% 当时有95%的工人投票反对该协议 工方方面坚持 工资必须要提高到40%以上 并且恢复十年前被冻结的传统退休计划 波音公司在今年已经面临多项挑战 一月份在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一架 737 MAX飞机上 一块门板在飞行过程中松脱而飞走 波音因此成为多项联邦调查的焦点 罢工行动使得波音无法 借由交付飞机获得急需的现金 在本周三 该公司报告了第三季亏损超过了60亿美金 接下来看一下有关 这个Elon Musk 他的特斯拉公司 在昨天公布了第三季度的收益超过分析师预期 那么提振股价 在Cybertruck 他们推出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可以看到盈利了 同时汽车研究公司Cox估计 特斯拉在第三季度售出将近17000辆的Cybertruck 同时成为美国同期第三受欢迎的电动汽车 仅次于特斯拉Model 3和Model Y 2024年到现在 特斯拉已经售出了超过28000辆的Cybertruck Cox数据显示 Cybertruck它售出的数量超过福特的F150 Lightning 还有Revariant RIT和雪佛兰的Silverado的电动卡车 汽车研究公司Kelley Blue Book 也将Cybertruck的销量评为上周第三号 根据福特的销售数据 福特在第三季度仅售出差不多7000辆的F150 Lightning 以及略高于13000辆的Mustang Mac ESUV 通用汽车上个季度总共售出了差不多32000辆的电动汽车 Revariant仅交付了3800辆的电动提卡 特斯拉星期三公布第三季的财务业绩 收入较去年同期的233.5亿美元增加了8% 那么净收入从去年同期的18.5亿美元增加到了21.7亿美元 财报还显示 从首次交付号不到一年 Cybertruck就已经实现盈利的状况 接下来关心一下以色列和黎巴嫩消息 以色列和真主党在昨天继续交火 真主党甚至声称他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Telavid推动停火之际 首次使用了精确制导导弹 布林肯在星期三访问了以色列 这是他在以军击毙哈马斯最高领导人亚亚森瓦尔后首次出访中东 旨在利用这一个时机来敦促以色列达成停火协议 并让哈马斯释放仍然扣押加杀的人质 这是布林肯自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爆发以来第11次前往中东 但他在访问特拉维夫寻求和平之际 空袭警报撤响了这座城市 很明显哈马斯真主党根本不想要停火 根据路透社报道 星期三以色列袭击了利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部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先向该地区的居民发出了撤离警告 不久之后便发动了攻击 真主党也在星期三晚间时候发表声明说 他对以色列的袭击升级了 首次使用了精确制导导弹 并且发射了新型无人机 但该组织没有对此提供更多的讯息 在双方交火加剧的同时 拜登政府正在做出重大努力 希望能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前 推动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和哈马斯停火 拜登政府希望Singwar的死能够促成中东达成和平协议 预计以色列会对伊朗10月1号的导弹袭击进行暴富 华盛顿方面希望能够避免冲突扩大 布林肯说以色列采取的暴富行动不应该导致冲突进一步的升级 最后我们来关心一下 在昨天路易塞纳州州长Jeff Landry 还有总检察长Lince Morrell表示 一名非法入境美国的中国女子 她身染罕见死亡率极高的抗药性结合病 随着她在多个边境设施中转移 数百名被拘留者和工作人员都暴露在这个传染病的风险之中 那么州长和总检察长 就是路易塞纳州的州长和总检察长表示 为了阻止这个疾病的传播 他们要求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在路州路易塞纳州的卫生局许可前 不得释放可能被感染的被拘留者 但是被ICE拒绝 因此他们提出紧急诉讼 并且得到了法院的临时限制令 被路易塞纳州起诉者 包括了美国国土安全局的部长 以及多个边境机构 路易塞纳州认为 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之际 ICE执意释放可能已经感染被结合的传染病者 将违法美国宪法第十修正案 以及路易塞纳州的主权 起诉书中称 这名中国女子患有一种罕见的 侵袭性的抗药性的结合病 一旦感染以后死亡率极高 共和党州的州长兰德里对记者表示 目前接触者仅限于拘留中心之内 公众目前还没有发现有感染的风险 他说我们躲过了这一劫 我们利用司法系统确保 我们能够继续保护公众 这位女子是出现在肺结核的症状之后 她在7月23号被送到医院 接受了胸部X光的检查 结果显示她疑似有开放性的肺结核 然而最终仍然被送回拘留中心 只是做了一般性的呼吸道疾病预防措施而已 那么她是在7月从南部边境非法进入美国 被加州移民官逮捕 当月她与其他约100名被拘留者一起送往到路易塞纳州的Alexandria 并且与大约40名被拘留者一同登上了巴士 送到了Richwood的这个Ice拘留所 在接受今日美国的采访时 路州的检察官穆里尔表示 直到9月17号 路州的官员才获悉 这名女子可能受到感染 这引起路州卫生部门介入调查 最终证实了这名女子 确实患了广泛抗药性的肺结核菌XDRTB XDRTB比一般结核病更严重 这个对一线和二线抗结核药物 都具有高度抗药性 难以治疗 而且死亡率是介于34%到39之间 好的亲爱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美军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美以及世界的重要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四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